好的,亲爱的大兄弟们,小伙伴们,币圈的战友们,大家晚上好,这边是币圈老酒菜,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币圈DeFi的那些术语,第六期。 他妹的,你不懂这些术语,还算是币圈的韭菜吗?还能在币圈立足吗?怎么去把妹?怎么去吹牛逼?那我们今天看看币圈老韭菜DeFi中的DeFi,战斗机中的战斗机的那些术。 好,上次上街上回我们讲到了预言机,预言机最最著名的就是Chinlink。 我们预言机这个概念相当的重要,对吧?Oracle,出去吹牛逼说,昨天这个Chinlink这个Oracle又涨了,对吧?Oracle。 我们今天继续,我们今天讲一个铺,铺这个没什么好讲的,一个池子,对吧?这个池子呢,AMM。 也算是一个池子,然后YPOO也是个池子,YVALT也是个池子,大家把钱放在一起的这个叫池子。 Primitive,对吧?原始的,这个也没什么好讲,一个building block叫做Primitive。 Protocol,协议,这个也没什么好讲,TCP,IP,网络协议,Protocol, ERC20是一个代币协议的Protocol,我们先要定一个协议,对吧? 两个系统之间交互,我们要定一个协议,一个标准,一个标准协议,Standard Protocol。 Rebalance,重新平衡,那你有的时候你想要把你这个在炒币里面这个rebalance的概念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说有的时候,特别是在对冲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做Future,做Future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做期货做期权, 有个好处就是你可以看涨买多,买空,对吧?买多买空。 那你有的时候就可以互相hedge,就互相对冲,这是非常重要的。 就你看,你觉得这个是相对底部了,你可以买多,对吧? 它涨上去之后,你可以再买个空,就进行了互相的对冲。 那不管这个市场是如何震荡的,你多空双方都有,那可以保护你的资金。 那每当你出货之后,把你的那个平仓之后呢,你需要重新的rebalance一下自己的资金,这个就叫rebalance,重新平衡一下。 对吧? 好,retail investor,就个人投资人,就像我们这种非专业的个人的investor,我们叫做retail investor,个人投资人。 就像我们这种韭菜,小虾米,统称retail investor,ROI,return on investment,就是你的投资回报率,你投了一百块,然后一年之后回本一百块,就是返回两百块,那你的ROI,一年就是百分之一百,对吧? 这是ROI。 Slippage,滑点,特别是在uniswap上,当这个币, 比较活跃的时候,一下子暴涨,或者一下子暴跌的时候,如果你slippage太低的话,那你是,可能是出不了货的,可能之前在uniswap空头的时候,那个unicoin啊,瞬间涨上去的时候, 你要出货,你卖不掉,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调开那个slippage,对吧? 我那个,稍微演示一下,它默认的是百分之一,就在这里有一个,这个, 对,这里有一个小的按钮,这个小人,对吧? 你点它,这里有一个叫做slippage tolerance,就是你能承受的滑点有多高,它默认的是百分之零点五,对吧? 那一般,当这个币比较火爆的时候,我都是直接换成五的,对吧? 就是说,这个币,它你可以容忍,下跌百分之五,或者上涨百分之五, 如果超出的话,它会爆错的,如果是0.5,你是卖不掉的,也买不进来的, 因为这个币价,如果这币价一直在涨的时候,你是买不进来的,当你去交易的时候, 你知道每个transaction是10秒到15秒,当你交易的时候,这10秒之中, 这个币价可能已经涨了百分之三十,那你就是买不进来的, 有点夸张,10秒涨百分之三,那10秒涨个百分之五是很正常的, 所以一般这种热门币价,我都是换成百分之五,对吧? 我一般也是把这个expert mode开成off,如果你是off的话, 这个东西能改吗?也是可以改的,我一般是turn onexpert mode, 就是专家模式,对,你就专家模式之后才能允许高的slippage trade,对吧? 那按confirm才可以,你非专家模式,这个应该是不能改的, 简单讲一下,这个叫做slippage滑点, slippage滑点,好,那智能合约我们之前也讲了很多次了, 就是在以太坊上的一个合约叫智能合约, 当然在波卡上也叫智能合约,对吧?就统称了智能合约, 它是具有图灵完备的编程功能的一种语言, 能够以智能合约形式部署在区块链上, 我们叫做智能合约, spread,spread这个概念其实是蛮重要的, 所谓的spread就是买和卖之间的一个差, 就如果这个token的流动性不是很好的时候, 你会发现买方可能是10块, 卖方可能是12块, 但是中间这个spread就很高, 有2%,对吧? 这个就叫做spread, 那相对于这种流动性较低的, 这种spread较高的, 那你就可以, 那你就可以, 就不要用market order,对吧? 你要用, 不能用那个市场买卖, 你要必须要挂单, 你要用那个limit order, 要不然你的spread很高, 你就会亏的比较厉害, 这个是小经验, spread, stablecoin, stablecoin在defi世界中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稳定币, 稳定币最常见的有对标USD的稳定币是最多的, 现在市场上最常见的有USDT, 中心化的稳定币, 有USDC, coinbase的也是中心化的稳定币, coinbase搞的, 有BUSD, Binance搞的稳定币, 有TUSD, 也是有一个机构搞的, 稳定币, 还有什么, 要了解稳定币, 你就到curve到finance, 之前说过curve到finance, 它是一个稳定币的兑换平台, 你看有DAI, DAI这个是去中心化的一个稳定币, 它是通过一种, 之前我们说过了, makerDAO, 里面通过一个CDP, collateralize that position, 来创造的一个稳定币, 去中心化的, 有USDC中心化的, USDT中心化的, TUSD中心化的, BUSD币安在中心化的, SUSD, Synthetic USD, 这个好像是去中心化的, 然后PAX好像是一个中心化的, 这些都是我宁明, Stablecoin, 它不会随着市场的波动, 市场的买卖之间, 这个币价超变化, 这个就叫稳定币, 这个叫做PACT, 对标美金的, 稳定币还是很重要的, 当你看空市场的时候, 你可以把你的币, 全部换成稳定币, 对吧, 那这个就比较好一点, 这个是CFI也好, DFI也好, 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币, 稳定币, Stake, 质押, 这个质押就把你的币抵在里面, 对吧, 这叫质押, 你可以获得一定的权限, 或者投票权限, 你有的时候也可以获得发命, 对吧, 就是挖矿的权限, Staking就是Stake的动词, 所以没有什么了, 好, 那我们DFI数语, 第六期, DFI那些数语第六期, 就讲到这个, 我们讲到了Staking, 就是质押, 那后面我们讲T打头的, 包括Tesna, Token, 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 感谢大家,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给我点赞, 给我订阅, 多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 b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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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te